第三次,上次Trader有說的,不過做事務太多人說了 涉及到買保險的問題,其實很多人都撞惡板 包括醫療保險,包括旅遊保險 第一,你買保險的時候,受冤第一個觀念 你應不應該買,這是我的作數 你的身體狀況,我買人受冤疏 他不認識你,他都肯受你保 你自己,最要了解自己,你不肯報自己 這是第一個,你要計算一下 根據我們由人到車,我的車 以前你買的二百多萬車,你買一百多二百萬保險 都整十皮一年,現索不便宜,全部保險 即是偷了,撞爛,因為車很貴 一整就可以隨時拖到賺錢 他便認識老闆的經理,那些Under Radar 你不買,我買甚麼 我說你不肯認識我,你都相信我 我自己駕駛車,不肯相信我自己 所以我只是買第三者 但有可能以前有些靚車,有些人喜歡偷的車 或者外地,我就買多個火道 有多兩三千元,即是說盜舍和著火 有一陪,但其他撞車沒有一陪 包括第三者,我省了一年 所以我的車永遠不買全部 但你本身買人手現索,買其他現索 特別買投資基金的現索 大家真的小心了 他的名字就說保險兩個字有在 實際就差不多,剛剛那些肯定的 基金債券一樣 到時到後,很多彈空裝 最簡單,你每個月三十月底前要供款 交保險費 你忘記交,過了兩天交,你會沒事 你沒有做一份文件通知,他說你在哪裏交了 他就沒有跟你截數 當你借了他那期,跟你交了錢那筆數 當他跟你交了,就算你百利息 個個在這裏中招 另外,現在最嚴重的是,保險公司越攪越貴 有些人有交通意外,有些事出了 有些很不良的分子,是串謀了 隔人怎樣刮刮刮的 有沒有串通了保險公司下面的人呢,不知道 無端端,他碰瓷走出來,撞在車上 躲下,扭到頸子,可以說看醫生幾個月半年 一百幾十萬的,最少你知不知道 變成那些公司搞得越貴 所以連那個泰家那麽多單都不肯做 泰家保險,不是說停了的士那些 那間公司早前半年就停的 政府接收的 所以現在這個社會 在一個那麽沒有道德的社會 去到這些大陸文化來香港 大家就要小心的 那你買保險公司一定要錢賣貴少少 就不要聽賣不聽賣 你買一些有歷史的本公司 真的,因為你裝彈工機會少些 那個商得很重要 如果不是你買一間廠的火燃燭燒燃燭 你會好日都不肯賣 查來查去查來查去,對不對 所以是死人的 你會破產的 你做生意,你買本公司,譬如我有貨物出口 我要買保險,你不懂得選本公司好的話 它一拖你,你會死的 你收不到錢,你的銀行借了LTR,舊旗 你不就糟糕了,自己工廠要出糧 那些千多二千萬貨,你都會死的 所以那個保險都是很多陷阱的 你一定要不要貪錢 譬如我買平安大陸那些人 我就不肯賺錢 因為你的資歷不夠 我之前貴一點 但是你千萬不要 不根據保單的條款去做 因為你遲報,或者你被撞車 你交了一份燃燒 你又沒有通知保險公司 或者你沒有承認 你都會失望的 你收到報告票,你又不通知保險公司 你上庭認罪 他又不肯說你沒有根據條款執行 他又可以不肯認,是很順暱的 你真的要很小心處理 那你真的要看那份好細緻 那些有多重要 是啊,你要浪費心思看 你要慢慢不懂 很簡單 因為在法律上來說 他的簽份合同其實是失效的 他沒有解釋給你聽 等現在你的人去買樓 有沒有個人整份樓契解釋給你聽 有沒有 你有沒有解釋給人 幾個小時都解釋不肯認 整個搭契 有批地條款也要解釋給你聽 有公契也要解釋 等於你買份保險你簽完 整個本公司的內容 他有責任要解釋給你聽 如果你對那個合約內容 你不清晰的話 那份合同可以失效 但我都要打官司,你要浪費錢 他說解釋給你聽 你放蛇咬,你證明不到 是吧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事 那時候我跟一個朋友贏公司 就是因為那個買樓要踢契 我就是靠一些幫我朋友踢契 我叫他幾號上個簽合同 10點鐘上律師樓 他有登記的,他有個保的 什麼時候去人下邊的律師做什麼 上來,臨走,放下少許時間 15分鐘,不用半個小時 就完成了簽個買賣就走了 後來一踢契問他,他又不認識字 你沒有解釋給他,他沒有 那份合約就失效 是吧 即是那裏是很技巧的 但你以前有少許要裝他的 有少許裝他的,在時間上裝他的 這個是一個好心目學問 即是說,我剩下一個計時炸彈 放在那裏,我未必要按鈕 我樓價好樓市好,我不肯按鈕 就是,我樓價不肯好跌市 我按鈕就拿回訂就算了 即是我們不肯教人 所以律師都沒有負責 你事實真的沒有解釋 因為你一捉個師爺,你有沒有解釋? 沒有 解奮契真是五、六個小時 那你買的時候,你有沒有必要上廳? 他們沒有的,個都沒有 難道你問人們買樓有沒有解釋? 特別賣那些樓花,可以上去簽 一大棟,加個人名上去 甚麼單位,打拾好 整棟都是這樣做的 哪裏會逐個逐個計算 法律規定要解釋 要你懂得明白 以及你懂不懂這種文字 這種語言會解釋 要清楚 這是比較深厚的 其實人壽保險應該怎樣賣呢? 如果你有子女讀書 你一定要買一些子女的教育費 他到十幾歲去讀大學 又可以拿筆錢給他 因為你小時候買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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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是存錢 他是對你有幫助的 到你將來你老婆好 或者你自己好 有甚麼事 你家裏的經濟問題 不會失控 例如你供樓會的話 你買的印索 和你交付樓會都有的 這些便可以買了 即是你在生活上 我預約把錢出來 你有保障 還有你買了一些 是保障你人有事 供不到樓會 和你賣賣 找回樓未數的話 你供的錢將來獲得回 那種不是沒有了 有一種現縮 是供了的錢我會拿回來的 你出事有得賠 那便便宜了 子女教育 是吧 樓會的美數 人有生高水低 突然間 好像我們有個朋友的朋友 一個做空車 一個做旅遊巴 那就吹雞了 全部沒有了 突然間 兩行都撞領正版 你就沒辦法了 是 這樣打賊 工樓會 我叫他白板 馬上去 走去新界 住丁屋 租丁屋住 五千元個月 七八尺 有天台 下兩座車走五分鐘 這樣才便宜些 你不可以下車 有門口的車便貴些 那些村屋 學養花 風涼水爛 那便捱頂過 捱頂了陳樓 他當時投資 他供幾萬元 你不可以供 他原本兩工 不過今天賺十萬八萬 突然間 一個狼打過來 兩個都失業 你千萬不要怒氣 不要生氣 現在賣了蓋旗 要裹著 走去新界 租那些村屋住 養花 種魚 養魚 如果學會養錦里 你看安樂 養大錦里 拿西藏菜街賣 有人收靠 自己整豆漿飲 最重要是人路識轉彎 你養兩隻雞 有很多雞蛋吃 早上煎生鮮雞蛋 多麼安樂 人生有很多東西變化 不要死顧顧 總之就是不要 是這樣的 我一定 講解雞蛋 如果說過 我有句說話 不知道是否同意 三代富貴方知飲食 三代富貴才懂得穿衣服 吃飯 不只是飲食 衣著很重要 穿什麼衣服 飲食更加 那些是世家才有 你看《紅樓夢大公園》 就看到了 是呀 變成菜譜 是呀 菜譜 不能吵架 文雪 你有一個絕世菜譜 我本素菜譜 就是我師父留下給我的 幾百年前 在中國的大寺廟 很多達官貴人去鑿香 那些鄉下 根據你的幾多品觀 什麼官階 這個圓外有什麼身家 捐多少香油 就做不同的菜式招呼你 因為大嶼山有很多大廟都是 你的功德主 你的簽香油多 你去到大嶼山碼頭一拍 現在有車 他就用男人來接你 因為用保馬接你都不同 上山上保原車 吃的齋也不同 要預早訂購 自然靜院也是 你普通人去吃的齋 跟你的貴客有官階 當年林鄭月娥進去吃齋的齋也不同 因為她的素菜譜 有些是很貴的 而且她的物料用得很精準的 很精緻 特別是手工 清蒸豆腐來到你面前 是精釀豆腐 你看不到有條戒 也有東西釀在這裡 她是做豆腐 之前放在那些材料 餡料裡 出來蒸豆腐 但她做豆腐的豆 和她用的水 是飛機運動 說要用飛機運動 要用香港水 怎麼做 《一蘭拉麵》我都說過了 節目遇過,我們來香港不可以 後來才煎到水不能夠 他說師傅,我原部原材料 沒人偷空選擇,為何製作碗麵出來不能夠 那時我又試過找徐家傑的妹妹徐元 草花頭在原來元,她做私房菜 她叫她擺了一個瑞士山泉水燕 瑞士山泉水煲湯 通常是蒸魚下午餵,用我的瑞士山泉水 煲飯完全不同食法 水很重要 你說說我們古代奢侈,當然是奢侈 吃那些焗鵪鶉和花雀枝柳 現在十萬元美金都做不到 你絕種了 不是絕種,怎樣叫絕種 禁了就不准吃 不是,我給你准吃,你做不到 那個做法 十萬元美金,現在做不到 這個態度是剛年我在哪裏吃的? 在澳門吃的? 莫花雀 你現在,特別我們在蒙古那些 做的那些陽煙 最貴的那些最珍貴的那些魚都做不到 嗯 它難在哪裏? 你難在,你要砌那個石屋 那個石是可以耐熱時間很長的 是迫熟了一隻大的駱駝 嗯,駱駝 因為你的羊仔,駱駝 然後另外一個大的動物就放在駱駝裏面 再放牛在那裏 才讓羊仔放在牛的肚裏面 哎呀 才這樣逼熟了一隻羊 加了那麼多針 起碼焗你六、七天 燒紅火 吃到那麼刁鑽 是不是? 好了,當年我第一副外交部長來香港 經過香港 我為何這麼多個大皮結 很重的 他們給我找一間酒店有大雪櫃 我去找一間周圍找一些朋友 我找到那個彌丁道新屋對面那間 不知有甚麼行鋒酒店 他們有大雪櫃 我說是甚麼來的 我說是部長 他說帶些羊肉 出去美國訪問 他說他是外國的羊不太好吃的 多好,讓他出去吃醬 你說是多邪 他們那些羊在那個地方養草和水 那些羊不好吃 他一定要吃回自己的羊 好了,那些羊 哪邊受太陽多 這邊又不找好吃 他們知道 等於你一棵粥 你向這邊就涼 向這邊就熱 它兩邊不同方向 你有份 所以如果這些要講究 很嚴重 你不要說到食物那麼深 你看一本茶經 陸以茶經 多講究 你說要講飲食是很嚴重的 好了,當年在這裏 近代 泰史公有文名 江泰史公的蛇根 即是南海十三郎 是的 他們的泰史蛇根 我的乾爺香公蟹 香公 每個都有拿手的家菜招呼人客 當年在清朝的八旗子弟 每個王府做的菜都有殺手柬 是很不幸的 但是很不幸的 現在在掌固留下 皇帝永遠吃不到美麗的 這個我其他有講過 為何皇帝吃不到美麗的 皇帝吃到美麗的 太監就麻煩了 是的,他回家吃 你找不到 日日就搶到你暈 現在中國也是 中國在十年前 我的學生包了絲風龍井 最美麗的風 他是包了 變成那時胡錦濤書記 都喝不到最美麗的龍井茶 他們是給他那些二、三浸 一經就很飲料拿 是,最大鑊這件事 你最美麗的那種又有 拿回頭不好就大鑊 所以皇帝吃不到美麗 也看不到好醫生 好醫生不能去醫 他怕著你留下他 所以在現在中國內部大官 要自己出來看醫生 他不能打你政府工 又不能掛牌 在家裡有人摸上門那種 那天是貴 貴 你在工家院那些大醫生 懂醫也不肯醫好你 然後你留下 你只得一萬幾千個月 真糟糕 不是,醫不好更嚴重 朱元璋有個典故 他說他老婆病了 老婆很好 我貴妃 他說為何不看醫生 我貴妃那些 我記得 你看醫生 如果醫不好他殺掉了 醫生怎麼會這樣 朱三族 和醫生不是朱九族 你醫癌死人 那些黃飛大那些 就是朱三族 所以在明朝最厲害 在中國的醫術 在明朝一個大轉彎 就是要自明為主 所有的御醫太醫 說這樣會死人 不過你研究 怎樣令人不要病 好了,他令人不要病 他第一 就跟明朝 我忘記哪個皇帝 哪個朝代 就申請了下一個獄子 給他們開一個試藥的研究院 就給他們提一些死囚出來 做實驗 試藥 因為你拿死屍來死人去試 試不到反應 我怎樣落刀 怎樣麻痺 怎樣刺你 怎樣受傷 你沒有反應 還有試過弱的反應 找些死囚 如果你進來三年 你不死就特赦你 又特赦 所以變了很多死囚報名 多年 不用死 在那個試驗期間 你不死就算了 以來不死就能出發 特赦 當時他搞了一些當事 所以在明朝 就多了很多古靈精怪的方 出來 就怕就要研究 怎樣令到皇室的大元 沒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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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肯醫治 不肯醫治 我就不用陪葬 所以這個朝代 古怪的事情 這樣搞出來 是的 我們不要說得那麼高心 我想問你很簡單 白粥油炸鬼 今時今日還有沒有吃的 真真 漂亮的油炸鬼 我記得有間 現在還有當是晚上開幾個小時 在獅子石到 在樓梯底 很長很大條的 漂亮的明火白粥 我相信元朗會有 那些舊店 油炸鬼其實很難做 油炸鬼 你做是看天氣的 當然 你要跟那個天氣去拆分 你這樣說 你現在哪個年輕人會入行 沒有的 現在你在坊間就少了 因為它現在用的油不漂亮 而且用的萬年油 不是每次新的 所以變成很難的 而且有些油炸鬼 用的材料 擦粉擦得不好 但是在獅子石到那一攤 不知道還有沒有 去年我還可以賣過 OK的 你說香港 如果你哪個網友 懂得做豬腸粉 你可以來跟我合作 我給本錢 我就打算做一些 廢柴時的品質 因為現在你做了雞蛋仔 都做得很厲害 排隊買的 但漂亮的豬腸粉 是很難做到 譬如我找些漂亮的 蔥花蝦米豬腸粉 你也死定了 沒有 我真的在半島吃幾個豬腸粉 投訴 我們沒有去沖蝦米豬腸粉 沒有蝦米 你又嫁了 沒有 你很難吃到漂亮的豬腸粉 還有你的豬腸粉出來的那種 調味 那些配料 配料 那些配料又難 你做那一層粉 又難 那個豬腸粉 現在是難的 那我為何會做呢 我當作是一個玩的 但是現在你譬如說 有一個工場 找一個已經有排的工場 他做開粉 譬如工和 他有做豬腸粉 我給一個方 他照我做 他賺我錢 那你設計了真空 真空保溫 有訂貨 就叫那些 有那些物流 訂的 很容易賣得到 譬如你那戲班 一做大戲 在那裡入手 找幾個大的老官 送兩盒去 院兆輝 那些 蔡明輝 芝劉那些 送兩盒去 他將來找些粉絲 賣飯 他的粉絲很奇怪 他的偶像 食筆 他要吃 他要買 是不是 他以前 任建輝未死 你被飲者說 要吃個洪豬羊粉 他一定好賣 我會點你 那你一天 行銷二千盒 賺錢 你不要看輕 我就覺得這樣 因為我們小時候 那種味道 現在我們找不到 但是我們見現在 年輕人 他們吃來吃去 他們吃垃圾 他們不知道 什麼叫好東西 那些產品都可以存在 現在不是 沒有的 我們說白粥油炸鬼 這麼簡單 你現在吃的那些 全部都不是我 你當時吃得到 他老爸都不說 他怎樣教我兒子 你就是那些 腸粉那些 那些靚的芝麻都難問 是啊 你就是說 你豬羊粉那些 麻腸的難問 現在他們吃了冬 古靈精怪 是不是 所以 是 食物是不容易的 但是你說 最簡單 是最靚的 最簡單最靚 你找些五豆 找些馬蹄煲個好湯 連吐 已經是很好人 我們有個歷史學家說 他說 以前 又是你們那個年代 那些大官個人請儲 試是試兩尾 乾炒牛顎和炒飯 你說容易 但是那個人就是最考功夫 這個是他私人 在請私人處事 如果在酒樓 就試多一個 一定要試多一個 山炒排骨 他試你那個流利獻 就是做獻出來 稀不稀 還有那個酸甜味道去到哪裏 好 一個肉炒菜心 就說 你下一張刀切那片牛肉 有沒有絲成 你不跟過有絲成切 你牛肉過火 就是控制一個火候好不好 這個就是做酒樓師師傅的 還有一個滑蛋蝦人 那個就是 這個 山下培骨士的酸甜獻 滑蛋蝦人士的流利獻 就是白色透明的 又不黏口又不成的 那就過了關了 但好了 你說炒飯 最難就是你的米不好也死 是嗎 還有是難的 那你的揚州炒飯 你叉燒不漂亮又死 是嗎 所以深厚是深厚的 好了 我自己出門 為什麼在國內做工作 當年 我最容易招呼 我任何哪個省份 北方好 南方好 東南西北好 我都是 雞蛋炒飯加薑 然後再問他 有沒有番茄炒蛋 有的 多做個番茄炒蛋 收工 其他讓人自己叫 一定不會中招 是 我怎麼這樣都中毒 就該死 一定夠營養 雞蛋炒飯加薑 番茄炒蛋 我就收工了 其他就是 所有人自己叫的 這個就是我在國內工作 是很聞名的 當年那些人 郭先生來了 你們做你的番茄 和雞蛋 不會出事 我怎麼雞蛋都中毒 就該死 沒有 我有個親戚都是像你這樣 他回家只吃蛋 是啊 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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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蛋是假的 就不要說了 不過 博士 其實以你講講 其實香港這幾十年 出去吃市 食物的水平是否下降 看你會不會找酒店 有些挺好的 有些是新加坡和英國集團 都挺好的 那些食物館 他在情期間都挺得到 因為他的材料很美 我介紹一些朋友 去過那裡吃 菇仔飯又漂亮 那時候 你有心機可以慢慢找 是啊 有心機就是慢慢找 好了 譬如說你現在最難聚 材料不行 譬如說你吃過土柚蒸肉餅 土柚移粉 肉餅難找 你那些新鮮豬肉難找 是吧 現在如果你熟 你就看哪間酒店 在新界好些 他新界有些人養豬的 你就買到那些漂亮的豬肉 留起他那間酒家 都要記憶說人事 好了 我有一個食物 到現在都還在市場上 一些人沒有找到的 是什麼呢 如果我找到 你也可以叫你去吃 生死暖 我的菜 是什麼 油水紅衫魚 蒸鹹魚的紅衫魚 紅衫魚很難找的 大哥 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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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當然有 我出到兩三萬元一斤 如果你們的網友 一找到 你一定有個玻璃罩在海底 它的油就不要觸它上來 立即罵著它打氧氣 然後立即打電話 因為我有一間酒家 隨時 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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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紅衫魚的鹹魚 隨時會有 由水的紅衫魚 一上水拍張照 和我約定幾個記者 這就是各市的名賽 生死戀 一生一死一起蒸的紅衫魚 即是鹹魚和紅衫魚 和新鮮紅衫魚一起 一起蒸的 这么刁转? 一个游泳码头有难闻 码头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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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码头有的 码头有游泳红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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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不能离水 一上高一点水颜都会死 大家可以找到通知我 两万至三万元一斤 买两斤便完成了 六七个老友吃饭吹水 当然了 最后想问你 哪里现在吃齋吃得比较好些? 齋铺? 我有一档 大家上网就有毛病毒人宣传 你有新潮齋、有旧的齋 有古老齋 很简单就是在左顶道的陆容仙馆 它都用传统那种做法 以前是在何非凡开的 何非凡 是在左顶道近住左字公园旁 是 陆容仙馆 陆容仙馆 是 陆容仙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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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间那些细製档的素食 去走法国式、意大利路 刺激了几个年轻人 又不贵 现在素食就进发了 因为我在旺角之前吃过 它做了猪扒 很像的 真的像的 所以现在吃素食就开始可以 而且比其他普通的贵 你不要以为吃素很便宜 一点也不便宜 靓的素不便宜 靓的素不便宜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我逢星期四都持素 对身体好些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你可以让人体的消化系统休息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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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几乎想吃东西 第四 我们要听博士讲佛法 讲佛教的内容 明相都很深的 下一节再回来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